接著來關心排球消息 2014亞洲青年女子排球錦標賽 最後一天的賽程 中華小將是以直洛斯安擊敗的印度 拿下了第五名 得到了寶貴的國際賽經驗 接下來他們要瞄準的是2017世大運 希望能夠再度披上國家隊戰袍 干淨俐落的殺球得分 亞青女排中華隊在對上印度隊的比賽中 展現了絕佳的默契 共手兩端都發揮良好 中場中華隊就以直洛斯安擊敗 在這屆亞洲青年女子排球錦標賽中 奪下第五名 中華隊面的實力有段差距的印度隊 一開賽還是排上先發主力球員應戰 中華妹妹也順利的以25比18 搶下凱門紅 進入第二局 中華隊一路都位持5分以上的領先 總教練也開始改變調度 讓前幾場上場時間有限的替補球員 站在球場上大顯身手 這批球員他可以持續 在即興方面可以讓他們繼續的 磨合繼續來配合的話 能讓他們專心的來針對2017的 那個世大運的話 我相信他們一定會有很好的表現 如果可以的話就是如果要集訓就是 可能就是讓我們全部全員到齊 這樣才有辦法 之後比賽才會越打越好 中華隊第二局也沒有意外 再以25比16拿下也取得了停牌優勢 而這些排球賽意外捧紅了許多整媒球員 成為場邊焦點 台英大戰觀眾席上正在拍攝中的電影 排球天心的演員們也來到現場為中華隊加油打氣 他們的默契也都很好 然後我希望大家就是我們大家可以學到他們的專注力 邊看的時候還可以邊想一下正式 在拍戲的時候會是什麼樣的感覺 所以中華台本贏了好開心喔 有了駕駕槓排球天心的加持 場上的中華妹妹們表現同樣亮眼 第三局再以25比13拿下 中華隊直落三擊敗印度拿下第五名 雖然排名不如預期 總教練賽後也把順敗責任一肩扛起 但他也希望國家隊的分級制能夠更明確 避免選手過度密集的出賽 教練團這邊也應該要擔起最大的一個責任 以後在組訓的時候 能把每一級的分級制把它做好 這樣子起來可能對往後我們的排球運動 才會有真正的幫助 展望2017史達韻 中華隊還要靠這群未來之心 為台灣正經奪贏 中華妹妹們也透過這次的國際賽 讓自己的心態和球技更上一層樓 雨天TV 許家榮 威楚玉 台北報導